大家好,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 Vibe 更新之後到底要開始使用 Vibe 它在 SteamVR 這次 它的版本有非常大的改變 用法都不一樣,讓它花了一點時間 是要去控制這個 我們手法的儀式單位 好,那我們還是要先去 裡面一定有更高級的功能 不過我就只講述說 到底我要怎麼去取得 原本這些輸入的方式 比如說像 Trigger、Grip、 Touch Pay 等於你這些方式要怎麼去獲得 我們大家先把這些資料交進來 OK 它這次改版裡面有非常大的改變 做法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當然它的考量應該是有其他功能 我看有沒有好像是有講到 就是補價的融合能力的東西 這是它的最大目的 不過以我來講 我自己用配奧這個東西 我要的還是它的輸入方式 看一下它能去使用它 好玩一下 就原則上我們還是需要把 就是Unity的這個 SDK 跟Steam它本身提供SteamVR 兩邊不需要更新到一個相當的版本 不然它可能會 就是這個 SDK 認識 SteamVR 是有可能發明的事情 稍微等一下 OK OK 好 那我按照快樂文件都按Excel 就可以了 在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會跳出一個畫面 問你們說 我的裝置是 Input的裝置是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樣用的 我們會進行四次執行 好 對不起 我們要先到 就是把那個 Prefer裡面的 這個Premology 拉進來 那這次執行的時候 它應該就會 因為我們也用到了新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在那邊問你說 它是 大概是說 你現在沒有任何的Action 然後 就是這個是 輸入單位的東西 我們出去建立它 那當然一開始 你可以按是 如果你不能按到Nord也沒關係 如果說 你就是按到Nord 好 你可以在Windows這邊 然後它有一個 SteamVR input的視窗 可以開啟一個地方 那Input上 它 預設裡面只是Default 然後我這個 不會去改它 OK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情況下 就先Set 然後去準備一下它 我在錄影的關係 所以 速度會比較慢 這個是問說我們開啟的場景要不要存檔 那我們可以把它存起來 就是說你掛著 就是 Kima Ridge這一組 然後 你第一次開啟的時候 它會需要你 去新增一個 Input的Action 然後 你這個Action Set 之後呢 它會把這場景全擋起來 那 就這樣就好 先以這樣子做 狀態就好 那它已經有提供了 幾個按鍵的功能 給我們來使用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看一下 那 我到底要怎麼去知道說 我的東西也沒有進來 那 這兩個Controller 跟過去的那個感覺 也跟不太一樣 那 我 第一件事情 我會先把這個 的狀態改出來 就是 我要的是它的 就是 左手的骨架 這是我右手的骨架 那事實上這骨架 這個 這兩個 不需要勾選這樣子 我才可以看到 原本 手把的樣子 不然你動作看不到 我們來試一次跟你看囉 好 好 我來看一下 那種事情 這也是 這也是 好 那 我猜有可能是 你的Steam V 沒有 沒有開成功 不行 OK 看起來自己有看 我們在執行一次 好 OK 如果我們剛剛的那個 這兩個選項沒有勾選起來 就沒有選幾隻手把的話 我們在之前就是看不到這個手把 所以 我們可以把它勾選起來 但我相信這裡面應該有 因為這裡面提了一些東西 我還是沒有很清楚 不過以目前狀態 我們要用 跟原本裝一樣的話 這個 就要勾回來 好 另外就是 如果我們想 去 coding 這個 我們可以先看一個東西 就是 它有多一個叫做 Steam VR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照做什麼 它提供了這個東西 它提供了這個東西 有幾個東西可以看一下 像 Post的話 就是 指 它的座標位置 你可以看到有幾個東西在變化 你可以一個一個按鈕 像我按一下Trigger 好Trigger 它有幾個會有效果 有蠻多東西可以看的 比如說 我們看它這個 這個 這邊的指是指 我輕輕按的時候 可以我按到 超過0.45的時候 看這個 好 現在是0.3的時候 就會去True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 scan here 它的這個按鈕 事實上是有力道回饋的 那當我的 值大於某個程度的時候 換成這Pinch 會 勾選起來 OK 大概0.75左右 所以它有幾個階段 那 還有這個 Grip 也可以有效果 那 以及 它目前提供的只有幾個 就是Tillport 按下去 就是這個地方有出現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用到是 1 2 3 4 這四個是我們 就是按鈕 那你會換成幾個東西沒有 比如說像 Touch Pay 按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2 2 3 2 3 4 畫面 這個 是 這裡 我們要把這個 過來一點點 OK 這個是Trigger 是有效的 那我剛剛講說 它會偵測狀態 比如說我現在按到中間的時候 那Pinch是沒有變True的 那我按到最後的時候 它會出起來 那以及我可以去 它的Grip 那我剛剛講Touch Pay 是摸到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沒有的 我們是可以新增 OK 以及什麼 我Touch Pay摸的這個位置 也是沒有的 那這裡可以新增出來 那我們點選 會有效果 OK 好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去 先至少知道說 我這個 它的Live View 是可以顯示這些功能 好 那我要怎麼去新增 我摸到這個地方 以及 就是它的座標值 我們的新增方法 會在 剛剛這裡 的 SteamVR已經會中 先把它停止掉了 好 停止它 那 這邊的 概念是怎樣 這個Mirror 我們就是兩隻手都有 那我們先 就是用Mirror沒錯 然後 我們會在裡面增加一個 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 這個變數呢 OK 這是我的名字 那我們 還會需要給它一個 在 程式裡面的 名牌 這邊 會把它 複製到 就像這樣子 我告訴你程式就可以用一樣的名字 就是 我摸著 touchpad的狀態下 好 OK 那我們 再來新增一個 叫做 touch on touch house 一樣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存檔起來 存檔起來 那 存檔起來之後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做的事情是在新增一些 一些 行為模式 OK 那我們剛剛新增的一個是 touchpad 啊 我剛剛忘記去改它的值 再 等一下 大概再存檔 好 我剛剛 忘記去修正了 這touchpad的狀態是 不靈子 那這個 possession的部分 我們要的是一個 2D 所以 這個 bet2 要再改 所以它比較重複製 我們還可以再用一個 menu 好 menu我們等一下再做好了 menu概念跟其他地方是一樣的 不然它們是存到存好久 好 我們的h眼睛是修正過的狀態 那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不需要打開它這個 這個bending的 bending的這個 這個 UIL 好 這個 開來 那我們會選擇這個去編輯它 那我們可以往下卷 這是我們用這個 所以我們往下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嗯 這是check 這個grip 然後我要的是 我要的是 這個checkband 沒錯啦 就這個 那它現在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用的是這個 會告訴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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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接受 我們去編輯它 那 我們現在這個只有幾個 就是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 所以我們要把它 再調整一下 我們可以從這邊點選 那 這邊的話 它的參數比較多 我們可以把它選擇 應該是 checkpad 效果 OK 原本這個就可以砍掉 這個就可以不要 好 再看一下 我現在把它換成是 checkpad的 形態 那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那它基本上是 左右兩邊都會同時修正 OK 所以我現在修的是 就是 就是 左手這個 我click的時候 用到原本是 會送給這個 telpole這個參數 那 當我按下 觸碰到面板的時候 我會送給的是這個touchpad 這兩個的紙呢 收的是一個 布林紙 那這一個呢 我們剛剛是 有新增一個touchpost 所以 它就把這個紙 會給它 那整個完畢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save 我們的這個 idele的部分 這樣子就OK了 全打 讓它跑 j 好 跑好了 那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 開啟我們 剛剛的這個 liveview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新增 出幾個東西 那我們來 試著看一下 我們當然要先執行 執行狀態線啊 好 你看一下 我這時候 呃 看一下我們邏輯的 好 呃 我的手保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就是 我們多了幾個 我們剛剛這邊多了兩個參數 所以我們的操作上 已經會有兩個效果 現在這邊是呈現force 就是我touchpad的紙 那我摸著它 就變成true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position 事實上會出現坐標 我現在手的位置在幾乎正中間的 然後我左邊移動 然後 往上面移動 這個就是可以得到它的二門值 好 那這個 這個liveview 事實上是提供我們 來參考一下我們 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現在所設定的這action 是不是對的 OK 所以它其實只是提供我們 觀看而已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coding它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幾個事情要做 好 那 我們來 新增一個test 我先增一個腳本 然後把它去做 那一樣是c-show 好 可以拉 可以拉 獲取它的時候 就是寫程式之前的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use這東西進來 那 要use兩顆 我們一個live的這個 好 VR要叫進來 那 叫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應用了 那 我們第一個 就是 這個可以先關掉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說 就是 它現在這個 Behaviour 只是告訴我們 讓我們看得到它的外殼而已 可是真正的 就是 在上個版本裡面 事實上它叫做 CheckObject這個東西 那 實際ShowObject就是 我們可以拿到 就是 Vibe的Device OK 可是在這個版本裡面 它要的做法呢 就跟之前是不一樣的 我們 我們如果想要 獲得到它的話呢 必須要在它身上 去建立一個hand 一個手 所以我們就會 放hand 進來 好 那我有hand了之後呢 我們可能還要跟它講一下 這隻手是 左手的 這邊也要去新增一個 好 這個是右手的 好 我現在左右手hand就擺進來了 OK 好 我們有了左右手 啊 我們這邊可以就把這個 我先 我們現在把left這邊寫好了 那 好 這邊先再來看一下 那我要怎麼去新增一個 就是我們 當然我可以直接從自己身上去找到hand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定義出來 那hand要怎麼定義呢 他必須要從 看一下 OK OK Toration System OK 所以我們還在新增一個 好 好 這兩個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去 定義一個 變數的 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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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是那個關係 所以我們應該還是可以 我想說我們定義殺根 錯了 電腦 電腦快沒電 好 對不起 我們還是要交進來 就是 行增一個 OK 好 然後 放進來了 OK 那 這個hand呢 你可以 就是 從自己身上抓 啊 或者是你用公開 讀寫這都沒問題 那我用抓的喔 Component 我會把自己的hand 又給他 好 那這時候我就有hand 那另外就是 呃 我們要怎麼開始去做偵測 他的 值呢 他只是這樣去取的 就是 我們可以先print看一下 那我們慢慢來 我們從steamVR的 VR的input 然後呢 點 default 我們剛開始建立的那個default 那只是多一個底線喔 那再來呢 呃 我們剛剛有新增很多 比如說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trigger 那我要怎麼去判斷它 被按下去或什麼的 那它有三個狀態 就是去 get他的 stay get stay 然後get stay down and stay up 這三個就是我們 可以抓取它 是不是 被按下去 get stay就跟那個 get key 的效果是一樣 然後get key down get key up 這個我相信 大家應該沒問題喔 好 那我們用stay就是 會一直抓這個值進來 那我抓這個值 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 應該說我們要對哪一個東西去抓 我們會從hand 他的手 然後 會去hand type 這樣丟給他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抓到這個值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值 print出來 那現在這個腳本 是tester 好我們compile一下 那我們可以從tester 這裡 好已經 這樣基本上就ok了 我們自行一下 這個是 蠻主重的 ok 我這邊可以聽到 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的 這個 左手包是哪隻 這隻 好 ok 我們可以把我們看不出來 把它看來看 這是我的左手 翻下去 順便true 放開來 true false 所以相同的概念 我們可以把它 當然我可以把這些東西 貼的是那個 像這樣寫 可能比較漂亮的 這是布林子 在一直寫它 讓它去patch 整個內容把它丟回來 這樣好像漂亮的分別 所以我們現在只需要去其他 別的一個值 只要塗到我們的值 我們去判斷它的內容 我們再看一次 執行一下 好 tru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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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基本上可以這樣 但是 有些情況下可能 沒辦法全部弄 就是 程式會沒辦法全部弄 程式會沒辦法全部漂亮 所以它部分可以這樣摩過來 可能像那個 就是 就是 get state down up 我覺得蠻 要寫可能要想一下 怎麼處理弄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讓它去取得到它 這個我們先 修正好 這個留給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先把 這個再弄回來 好 那我們程式就寫 程度一點 如果 程度的情況下 好 我現在都是用 我先把它換成 不要一直輸出 就是我給不到就好 那它就跟我講 這個 我現在create的內容 好 這樣子就 幾串 好 幾串 好 那我們 當然可以繼續往下做 現在這個是 它原本是pitch 可以做 這樣子就是整個按下去 那 也可以 ok 還可以這樣子做 這次我先不改 那基本上可以像這樣子 那 呃 還有幾個 一起弄 啊 這個 可以這樣 嗯 開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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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啊 還有這個 touch 就是 就是我摸到它的情況下 那這個 就不適合用 給這樣 可能要給 嗯 嗯 嗯 給這個 啊 啊 但是我去抓取它的時候 通常來講 我們一定要是 搭配東西 就是 呃 我要 這裡有一個指定是 kill code 我們先把它弄完 kill code 就是 它預設的 因為那個習慣跟我們之前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touch pay按下去的情況 所以有 這基本上按下去有這幾個 就是 但還有 menu鍵我沒有做 但如果要做 menu 就要去 新增一個 action 那我們先來 講一下就是 我想要做一下 就是我摸 我想 現在想做的是 你如果我摸著它的時候 然後它幫我輸出這個數字 該怎麼去 那 從這裡來 目前是圓滿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這件事情 從這裡來 我要get 它的 這時候先get stay 因為如果說我有摸到我們的 就是觸發了這個 就是摸到touch pay的狀態下 它要一直進去 進去 進去的 這個就是 要畫一個是 touch pay 這個 好 那再放這裡 就多一個判斷 我們就可以把 它的數字輸出出來 那我們先把指令倒閉 另外一邊是在比 另外一邊 再來是 那再來是 touch pay 這個 那我這時候就不是 get stay 是給他 給他個 access 這個 去做他的座標 他一樣會把 看 我看一下 就給他 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print出來 這個座標 好 像這樣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好 像這樣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 塑下去 把這個 來 可以把這個 塑下去 然後 這個 自行它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 搜寶在這邊 好 我現在 去個按下去 OK 它會有兩段 一個是 我輕輕按的時候 輕輕按的時候 用力按 按 按到底 好 按到中間 按到底 OK 然後 我們的 touch pay down 我們可以把它 拉上去一點點看 好 你看這touch post有跑出來的 看一下 OK 好 然後 我先把它在這裡 把它擠出到這邊 好 那這時候做到事實上是會出來的 你看我按到這邊 這個 這個 好 我如果把它移到 這個 邊邊一點點 它的 指是會 這個指 理論上是 s幾乎是1 然後 y指是0 好 我們要移到這邊 y指是最高 所以事實上是可以得到這個數值 OK 所以 就是大概 vive會做的書 這幾個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 這個是新版本的修正 那 可能要習慣一陣子 不過 原則上是 寫法是幾乎類似的 只是 它獲取的這個腳本是不太一樣的 那幾個要注意一下就是 我們 有一些操作必須要自己去新增進來 它的變數 像我們這邊就新增兩個 那你如果還有別的比如說 我需要的是它的 就是menu 那你給它新增一個 那menu的選項也是不允止 所以這個地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還有就是 新增完畢的時候呢 我們的腳本寫法是像這樣 那記得前面要以課這兩個東西進來 那 還需要在 我們所指定的這兩個物件身上加一個hand 那 分別告訴它是左手還是右手 那這樣它才可以去 就是抓到說 這隻手是誰 然後我要怎麼做操作 那原則上 我覺得它應該也可以 應該可以不用掛它身上 所以你可能 可以統一掛一個地方 然後一起處理它 那應該也是沒問題的 好 那以上我們的 就是新版本的寫法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